謝謝 我跟你講各位同學我們一樣 來講機械語第四章 借語笑 英文叫Key and King 那你們這個其實都是這麼多 我盡量把一張的全部重點 弄在一個圓板裡面 所以你們同時在 複習的時候一定要 帶你自己的參考書在旁邊 一邊一邊把重點畫起來 那劍語笑 比較重要的重點 待會老師會一起把它全部介紹 在你時間有限的時候 還用精華的方式 做最快的複習 最濃縮的一個複習 好第一件事情 劍語笑 你要先知道它的用途是什麼 第一個 什麼是劍 這裡老師有寫兩個基劍 把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使得肘帶動複 這叫複 那你會說老師什麼叫肘 什麼叫複 來看這邊 這邊有畫一個複 中間是肘 會旋轉叫肘 複 就是這個外面可能 有時候我們會放輪胎 在外面 這個肘旋旋轉會帶動這個複 那怎麼帶動我們就會放劍在中間 劍在中間 劍要在中間能夠卡住 可劍一定要凹的地方去容納劍對不對 在肘上凹的東西我們叫劍座 在股上凹下的地方我們叫做劍槽 下面座位叫座位 座位在下面 槽在上面 所以劍座在下面 這叫肘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劍槽劍座的定義 再來它的材料是什麼做成的 材料老師最會寫 劍的材料我們會用中碳鋼 因為他在過程中劍會受到解力還有壓力 解力和壓力也要搭配你們自己 複習講義的人 解力就是老師畫黃色這一部分 也就是說你軸在旋轉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力量從這邊壓過來 然後這個跟力量平行的面 這個平行面就是受減力的區塊 而跟力量垂直的區塊就是受壓力的區塊 這就牽扯到減力力跟壓力力 如果你還不清楚你可能要複習一下機械力學 再來這個材料倒還好沒有那麼重要 你能夠記起來是最好 考試這重點反而是放在他的用途 來用途在這邊 阻止他肘跟骨兩個肌腱有相對的回轉運動 或者是滑動運動 所以這個用途要先知道 接下來我們就會介紹肘類 你看看這個肘類很多 不過基本上分成兩大區塊 劍可以轉動小動力或輕負荷 這就是唯一的區塊 劍也可以轉動大動力或者是重負荷 這是另外一個區塊 那就算是這樣分 你要知道有哪些劍是小動力 有哪些劍是屬於大動力 那裡面比較重要的老師都用這個信號幫你標起來 老師念一下小動力或輕負荷的這些劍 有哪些 第一個是方劍 第二個是停劍 第三個是斜劍 第四個是帶頭斜劍 或者叫帶勾 或叫勾頭斜劍也可以 再來半圓劍 安行劍 滑劍 那這裡呢有些劍是首先重要的 像是方劍 這個很愛考 平劍 愛考 再來是半圓劍 很愛考 安行劍最愛考 安行劍最愛考 又叫 還有一個滑劍很愛考 那請看這邊我把重點很快幫你提示一下 第一個方劍 你可以看一下方劍老師寫在那邊 他是最傳用的劍 他的壓韻力是減韻力的兩倍 壓韻力是減韻力的兩倍 所以我寫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我直接放在這邊 方劍的壓韻力SigmaC 是兩倍的超 也就是減韻力的兩倍 再來 這個方劍跟平劍他很愛考規格表 一般我們把劍怎麼去規格他 或去買方劍的時候怎麼講 你會說是長寬高 不對 他會是寬高長 也就是把長放到最後面 你要記住這個順序 就是寬高長 寬高長 我已經講兩字了很重要 這規格要知道 再來 平劍的規格也是一樣 是見寬 見高 見爬 這個是表達的方式要很重要 這兩個大概都是親附和 你可以發現平劍就是方劍正方形把它壓平壓平 所以他的前面就是長方形 這樣有沒有問題沒有 再來是斜劍 斜劍長什麼樣子 老師畫在這邊 斜劍又叫推拔劍 他這裡愛考的是考他的這個傾斜的角度 斜劍有分公字跟音字 不過你只要知道斜劍的公字 也就是一比一百的斜度 一比一百的斜度 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公尺就會緊斜一公分 一公尺每一百公分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一比一百 知道嗎 再來下一個叫做帶頭斜劍 帶頭斜劍又叫勾頭斜劍 他的重點就是他有氣的功能 一個木字旁 旁邊是氣單的氣 容易拆卸 你這樣知道就好 因為他有個頭從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容易拆卸下來 所以帶頭斜劍重點在這裡 如果你有時間再繼續看其他的細節 再來是半圓劍 半圓劍的重點 我把它標在上面 第一個你要知道 他叫魯德式劍又叫半月劍 再來 他劍的寬度是軸勁的四分之一 請你把這個四分之一記起來 我把這個四分之一寫在這邊 我沒有空間寫了 半圓劍的寬度是軸勁的四分之一 換句話說你如果知道軸勁 你把它軸於四分 我就可以選擇半圓劍的寬度 再來 半圓劍有自動調心的優點 你把它寫上去 自動調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其他的你大概自己看 沒有那麼多時間 再來 安行劍 安行劍也是很重要的喔 第一個 他是一個沒有劍做的 也就是他的軸上沒有凹槽 所以叫安行劍有點像馬鞍 馬鞍放在馬背上 請問馬背會不會動手 速挖出一個凹槽 不會 所以安行劍是沒有劍做的 他純粹是靠摩擦力來傳遞動量 所以老師這裡寫靠F 那這有一個東西也是很重要 他的斜度是1比100 所以我寫在這邊 這就是安行劍的外型輪廓 然後1比100 這個也是1比100 有沒有 跟斜劍安行劍的斜度都是1比100 這個要把它記起來 那因為安行劍他是靠摩擦力 所以他只能用極輕附和 這樣OK喔 再翻過來 下一個叫滑劍 滑劍又叫活劍又叫羽劍 他是利用白頭基羅釘鎖在上面的 所以他只能使靠在軸上的肌劍做軸向運動 但是不能轉動 滑劍你要知道剛才老師說的 第一個 埋頭基羅釘來固定 再來他只能做軸向運動 你知道這兩點 其他的細節就比較細了 再來接下來控制劍來傳遞大動力或重負荷的有這些劍 其中最重要的是酸巢劍又叫烈石劍 第二個重要的是甘乃迪劍 美國有一個總統說到暗殺就叫甘乃迪劍 這兩個比較重要 其他的有空再慢慢看 好不好 像其他像是元劍 他又叫蕭劍 他本身是元柱狀的 我們可以看自己的課本 再來 酸巢劍又叫烈石劍 老師這邊有寫 他可以傳遞叫大符合 所以在這邊寫一下大符合 然後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才寫 酸巢劍 酸巢劍如果你從前面看過去 他有點像是齒輪 一個一個突出來的 所以他可以做旋轉運動 也可以做軸向運動 也就是重點在於他的軸跟骨組 會這樣前後 所以可以做軸向 老師這邊寫軸向 請你搭配自己 手邊的腹型講義一起看 再來 所以酸巢劍我們一般喜歡用在汽踢車 尤其是重機傳達較大的扭距 所以如果你持騎重機的酸巢劍 你去看看 再來 斜角劍 斜角劍你只要知道 它是阿瑪劍 阿瑪劍 它有一個兩側大概成45度這樣 你知道這樣就好了 看一下外型掃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 切線劍 切線劍就重要了 切線劍是 陸一式劍又叫五式劍 它有 你可以看一下圖面 它有兩個 有沒有看到兩組 相隔120度 所以安裝的時候 劍的對角必須在軸的周圓上 才能承受簡力 所以這有兩個 切線劍有兩個 我這裡寫兩個 然後呢 它劍的對角線 切線劍必須在軸的周圓 所以重點在於 對角線 這個要看 圖 還有搭配你手邊的 復習資料 這是重點 這裡應該給它 一個顆星 應該辛苦 再來是 甘乃一劍 甘乃一劍 它是由兩個方形斜劍組成 兩個方形斜劍組成 所以這很重要 甘乃一劍 所以它兩對角線 交於軸的中心 乘90度 所以一個劍是圓圓的話 它乘90度 這裡兩個方形斜劍在這邊 所以它長得有點像是 神的兩個眼睛有沒有 所以我看到甘乃一劍 我就想到 甘乃一劍組成 是一個人 所以它兩個方形斜劍 就放在這邊 像怎樣 跟眼睛一樣 這樣OK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強度 你把它翻過來 這裡介紹一些很重要的公式 你必須把這些公式 弄得很清楚 第一 是扭矩的公式 叫torque 等於f乘上r r等於直徑的一半 所以這樣就可以算出 件可以傳遞的扭矩 這個在力學有講過 我們等於是幫各位複習一次 再來 因為件 老師剛才有說過 有受到壓韻力跟減韻力 所以韻力有分到兩種 壓韻力跟減韻力 壓韻力符號是sigmaC 等於f乘上ac 也就是壓韻力的受力面積 compress 所以是這一個橘色的 這橘色的面積怎麼算 也就是ac怎麼算 他是h乘上l除以2 也就是一半而已 所以在轉動的時候 下面的軸會壓在下半段的一塊 來傳遞壓韻力 ok 再來 老師有說 這個黃色的地方 就是剛才受簡力 也就是tau的面積 這個面積怎麼算 也就是w 寬乘上l 長度 就可以算出as s是feas 就是簡力 剪刀的意思 所以你在算減韻力的時候 tau就是用f 除以as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平鍵的話 有沒有特殊關係 沒有 但是方鍵 也就是我們最常用的方鍵 你要記一下 你的壓韻力是減韻力的兩倍 再來 轉遞功率很重要 扭矩這個已經剛才講過了 就是在這邊 這兩個公式是一樣的 啊 傳遞功率是power 等於f乘上b是速度 也就是切線速度 切線速度怎麼算 pn除以60 n就是rpm 也就是轉速 b是直徑 pn就是rpm 這個你要去知道 有些計算你會考這個 這個一定要對 這個一定要對 再來 相較之下 蕭跟健來比 健比較重要 比較愛考 考的分數比重比較多 蕭比較次重要 ok 先讓你知道一下 什麼是蕭 蕭又叫小型酸 來翻過來看你各位的這個 蕭又叫小型酸 他的材料是碳鋼 腐鏽鋼 黃銅還有銅核心所製成的 考試大概不會考是什麼材料 考到這樣就很細很細 不過你稍微看一下 你看到那個材質 因為這邊有用到黃銅 黃銅基本上比較軟 所以蕭也是適合輕附和的傳統 不過以結合力來說 還是劍比較大 蕭比較小 這樣知道 那蕭有什麼功用很重要 五顆星有定位 結合封閉防部落 你們這個自己去看他的功能 這很重要 蕭又難見的功能都很重要 再來 蕭也是一樣 受到鏡像跟走向的簡力 這個把它起起來 再來蕭有什麼類型 蕭的類型像這邊 是有分為四大類 第一個叫機械蕭 第二個叫鏡像鎖緊蕭 第三個叫算接頭蕭 第四個叫快式蕭 那為什麼要製造這些種類 因為劍跟蕭的選用就很重要 考試很難考 他就是清楚後 什麼清楚後 如果要什麼快速拔掉拆線 你就能夠判斷反推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劍 第一個機械蕭 有分這幾個定位蕭 斜蕭 U型多蕭 還有開口蕭 比較重要的是這兩個 斜蕭跟開口蕭 其他重點老師用念的 第一個定位蕭又叫石蕭 鑄壯蕭蕭蛾蕭 她撈腳是四十五突破圓腳 你知道這樣就好 長得像什麼樣子 兩邊是圓圓的 要不然是倒一個腳 平平的 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有點像 拉 basket的藥 再來斜箱,斜箱又叫圓錐箱,斜箱長這樣 圓錐箱,錐行箱,推拔箱,這個比較重要喔 你要知道它的錐度是1比50,剛才的斜度都是1比100 現在重要的數據是1比50,要記起來 它長得有點像是,這邊兩頭圓圓的定位箱 但是一邊變小,一邊變大,有點像圓錐狀 所以它就叫圓錐箱,這個叫斜箱 再來,下一個叫做U型勾箱,它又叫T型箱 T型箱長這樣,我畫成這樣,這邊會有一個孔洞 所以它那個圓圓的就可以用來連接插行肌件 再來,有一個重點,U型勾箱它本身是T型的,不是U型的 你要小心,只是因為我會插入U型勾箱 而得到這個U型勾箱的名字,不是本身是U型的 再來,開口箱,開口箱,重點畫在這邊 你們發現老師,畫在這個尾端兩邊會分開,有沒有看到?有 所以一開始它兩邊是連在一起的,插進去之後 我把兩邊拉開,所以我要把那邊兩邊的末角彎曲 這樣才可以防止它脫窩 也就是你插進去之後,你要把它彎開才不會脫 這叫開口箱,開口箱也蠻重要的 再來,鏡像左頸箱,像是有槽直箱 有槽直箱像這樣 這個箱就有點像剛才定位箱 這裡再挖一個槽,定位箱就叫直箱嘛 再來,彈簧箱,彈簧箱翻過來 彈簧箱像這樣,有點像捲的 像圓一個尺,把它捲起來 你可以捲捲,或者像這樣是沒有開槽關係的 像這樣就是開槽關係的 還有另外有波爵式的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會有彈性 所以我們就說彈簧箱,再來 接下來是雙肩頭箱,雙肩頭箱長得像這樣 這叫雙肩頭箱 雙肩頭箱,我們看一下自己的呼吸講義 它就是利用斷面的簡易力來傳遞動力 那追途也是1-50,我把手上來1-50 所以你會發現,箱跟箱 箱的重要數據都是1-100 箱的重要數據都是1-100 箱的重要數據都是1-10 哪一個比較陡,箱會比較陡 箱會比較陡一點點 再來,壞事箱,壞事箱又叫素拆箱 長得像這樣,它有很多信式 但是我畫這個,這個比較常見 有點像是手榴彈 我不是要給它拔開它 或者是你們滅火器上面 會有那一根壞事箱 所以它做L型或T型都有可能 都是為了方便拆卸 這樣OK嗎? 那它上面呢,會做一個拉盤 這是一個拉盤,在這邊 就是為了我們要能夠 拔起來,對不對 火災已經到了,你很緊急了 你不可能慢慢 所以你要裝快事箱 或者是素拆箱 那用完我可以再馬上裝回去嘛 知道喔,這叫快事箱 OK,那你看喔 其他我們就自己看 其實靜跟消息的重點就是這樣 不要花更多時間 不會使家要投資在更寬貴的事情上面 那最後,你們準備好事一定很辛苦 把這句話背起來 替自己加油 我們有看過那樣子見的 就借忍耐,忍耐 讀書則對,忍耐 熱切忍耐 跑完就會有好成績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OK喔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其實你要知道 人生都是很累很辛苦的 人生很累很辛苦 你可以現在不累 但是將來一定會更累 你現在累一點 將來就沒有那麼累